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今年3月的 致国防部人员备忘录 将中共政权列为美国首要步步进逼的挑战 美国媒体1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防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 建立一支常设性的海军特遣部队 且行事仿照冷战期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西洋长北海军部队 借此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 文中介绍大西洋长北海军是一支能快速应对危机的部队 大部分时间在区内巡逸 参与排定的演习和靠岗亲善访问 通常北约各国会派出6至10艘船舰 配属在这支部队当中 时间最长可达6个月 包括驱逐舰、巡防舰和辅助舰船 我觉得如果这个特遣部队真的有成立的话 对于提升在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嚇阻 是非常直接而且非常有效的 也是要因应有可能爆发的这个台海危机 无论在东海、在南海、然后印度洋 这个中国往太平洋方向的两个主要的航道 中国在2013年到现在改变现状的行为太多 中共不断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试图改变现状的行为 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 4月的美日领袖会议 5月的美韩元首峰会 欧日领袖峰会 G7外长会议 再到6月的日澳2加2会台 和G7国家领袖峰会 相继提及台海问题 G7国家领袖的联合公报中 还重申维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这个地区应该具有包容性并以法治为基础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